大家好 我是Howie 欢迎各位回来收看我的视频 前几天有一个customer send我了一篇短讯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我来为大家分析一下 因为大家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各位都会在这边想 诶 是真的吗 我该不该相信 所以我现在来为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 依据他所提的 当我们提到income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想到的就是财 各位请稍等 所以从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解 这个人正所谓他想讲的就是 我们的财是属火 不过我已经跟大家讲很多次了 火味是不是你的财味 那个是另一回事 如果可能你的财心是水呢? 金呢?我们不知道 必须开了八字过后 我们才可以肯定的说 哦 你的财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五行 然后他的第二句话 kitchen need to be always clean and tidy especially the stove 不需要你提啦 每个人都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我们的厨房 我们的房间 我们的厕所 如果你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话 我们正所谓的positive energy 我们的正能量当然都好 你试想想看一下 当你放工回来的时候 你整个人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疲劳 当你进去一间非常清洁的家 你的环境弄得你非常舒服 当然正能量都好啦 这一句话 不需要人家教啦 有没有钱做风水都好 先把家里的整个情况 照顾得干干净净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句 increase the stove burner always can increase your opportunities 意思是什么呢? 是不是说 如果我家里只有一个stove的话 如果我要increase 更多的opportunities 我应该要多一粒? 三粒? 四粒? 七粒? 八粒? 如果一个人是单身佬的话呢 难道他要increase 他的opportunities 他要买七八粒啊? 不可能吧 根本不符合逻辑 所以这一些呢 如果说大家看到 然后在print screen 然后再上来问我的话 我还是同样的一句话 跟大家说 看看就好 听听就算 这一些呢 对我们来说 算是非常非常的general 因为这些整个状况 不apply在每一个人 当然我们华人新年也要来了 到时候各位在网上 Facebook哪里 你都可以看到 每个十二生肖的运气 你的健康如何 你的财运如何 属鸡的人怎样 属猪的人怎样 属狗的 属龙的 属虎的 还是老套的那句话 看看就好 听听就算 真正要了解你的个人八字的话 还是要开命盘 切记了 谢谢大家